我是杜雨琪 笔名黑琪 外号杜公子黑少爷 今年19岁 是绿衣文化的CEO 我7岁上街演讲 8岁开始写作 11岁开始创作自己第一篇长篇小说《心魔》 13岁在大学里听课 15岁高考成为游戏工程师 16岁创立自己的游戏工作室 17岁的时候年薪已经超过20万 在北大实验室学习人工智能 18岁毕业于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 在辽宁大连和美国加州成立自己的公司 可以这么说 我黑琪就是一个神话 今天站在这里 是想从事策划或影视方面的工作 来延续我的神话 谢谢大家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黑琪 你这一番介绍下来 是不需要找工作的 你太全才了 谁敢招你啊 你这19岁短暂的人生 把我一生都过完了一下 你把自我介绍说完 我就感觉我被反复地碾压 没有没有没有 他刚才跑过来说 大哥大哥你要帮我呀 大哥大哥 我没想到你就是他呀 是是在下 你这么全才呀 正是在下 你刚才说你是哪个公司的CEO来的 绿衣文化 现在还在做吗 是在做 那你跑过来应聘干什么 但是公司就我一个人 就是整个公司 这个我们的网站 APP从设计到开发到运营 这公司是注册了的吗 注册了 收益怎么样 现在呢运营的话 还在一个就是种子用户的阶段 我们主要公司的业务 就是把一些文学的小说 然后做成就是出版 然后再做成影视 然后整个是一条链子 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的一些作品 来打开这条就是产业 你准备把那公司关了 没有啊 那你怎么到这来面试呢 你的公司还要打理啊 我们这招全职 就是我自我介绍还没有做完 麻烦放下我的PPT 就是我的什么情况之后 我会详细的向大家来介绍 就是现在我公司和我的情况的话 希望在我的个人介绍之后 可以吗 与其如果你是来应聘工作的话 就不要老提我公司 我公司 其实抱歉我没有想提 但是这个大哥哥他一直在问我嘛 然后我就就比较 好 老师 你在问我吗 对 因为我想听听你的经历 我以前也自以为是少年神童 对 什么八九岁学计算机 一听你的经历 我瞬间无语了 觉得自己的世界黯淡无光 这样吧 我们按照他自己刚才的诉说来 先看他的背景资料 我是立宇文化的 19岁霸道女总裁 然后我刚才说了 我13岁的时候 在大学里旁听电子技术 然后写作文学方面 包括计算机还有数学等等 所以我喜欢的专业 也听过货月和物理 反正听得比较杂 然后我15岁的时候高考 当时我还在读初三 然后我通过少年班的方式 报名了高考 然后接下来呢 我那一年就是在 11月份左右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是在大一了 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公司 然后做游戏工程师 然后是做编程 也做3D建模 和一些美术方面的设计 我学了有5年的手绘 16岁时候创立了工作室 游戏工作室 我17岁的时候 年薪是超过20万的 这个时候我是在北京 做iOS开发 是一个程序员 然后我18岁的时候 就是通过了我本科 所有的考试 然后以及毕业答案 然后拿到了我的本科学位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我是跆拳道黑带 我还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 我跑过越野赛等等的 哇 是一桌子 我还以为是一个 我就说最有含金量的是这块 就是今年大连国际马拉松 我是今年大连国际马拉松 42公里全程最小 年纪最小的参赛选手 全部都是马拉松的 这几个是马拉松的 还有一个是穿越雪山 就是这个图 海拔当时有1000多米 在雪香牡丹江 然后那个坡度 就是拉绳那个可以看到 那是比较平的 它在抖的时候 是大概有70度 整个人就是雪过腰 大雪过腰 然后拽着绳往上 这个比赛我是拿到了前几名 就是跑的是比较快的 这个画是我自己手绘的 画的是我跟我家猫的一个情景 然后我是一个作家 也是一个编剧 然后我的代表作 有心魔草青丝化学 这些书都在哪里发表 在我的公众画和网站 如果你们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 从你所有的经历来看 的确你经历了很多 也跟一般的同龄人 很不一样 你都这么牛了 你获得了这么多的成绩 你完全有自己创业 又或者是被其他的公司猎头 高薪聘请的机会 你跑这来应聘干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今天听说这边有 就是影视方面的公司 有 有芒果娱乐 然后我想表达的就是 我想做导演 想把我的小说 现在已经变成剧本 想把它导成电影 放到影视屏幕上 而我觉得芒果娱乐 能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愿意全职来做这个导演 你要求薪资不低于多少 我要求薪资不低于两万吧 不低于两万 对 对吧 有低于限制吗 在北京 在上海都可以 如果今天应聘成功了 你那个公司准备怎么办 放那呗 就放那不管了是吧 对 你给自己定义是作家 编剧 对吧 然后霸道女总裁 就是说 你会不会说这个社会上 太多那种外在的光环 给了你一个 就是给了你一个压力 让你不停地想去证明自己 就是太快地去证明自己 你怎么界定 什么是作家 作家不是谁都可以说 我是个作家 作家至少要有作品发表 受到广大的人的认可 你有吗 有 千年孤独 在我的这个文学网站上发表 在你的文学网站 我是说 在有哪些传统 对 你有没有试过 向一些文学网站去投稿呢 对 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投稿 就在你的网站上 有多少阅读量 我看到很少 有多少个粉丝 都是各为数的阅读量 是 这个是我在14岁的时候写的 我的同学 我的老师 甚至我的校长 都看过我的小说 对我评价非常高 这样 因为这些东西没好证据 我再问你一下 既然你是文学为主打 那你评价一下 百年孤独这本书 好不好 这本书我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 那你能不能评价一本 你看过的文学作品 你举几个例子 我们去看 选一下 想想啊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 叫《石鹊见宠周遇》 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篇 古文观止 你写的不是古文 我在微博上看了 你写的是很现代的 这个 是 对 对 风格 那现代的文章里边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西方的 你举几本书的例子 我看的书 要不我说的 罗曼勒兰克里斯多夫 你看过吗 没有 也没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你看过吗 没有 那你作为一个作家 你连骑马的作品 包括诺贝尔奖的作品 你都没有看过 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应该仔细地 读过我的作品之后 才对我有一个重新的评价 一个作家是不是优秀 是不是有灵魂 是不是能写出令人感动的东西 跟他是不是有名声 有多少粉丝 或者是有没有公开过自己的作品 是毫无关系的 这样吧 你来两段 你自己写过的东西 就是在《千年孤独》里边 开头有一段 就是讲男主角的 就是他在深功里很孤独 就是有一段是 我笑 笑得猖狂而绝望 滴滴的笑声沉在我的胸膛 我狠狠一副袖 杯子的破碎的声音 在大殿里格外清晰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 误转星移 一切都在改变 不变的是我的孤独 这是其中的一段 我先给大家念一段 他的微博上的一段话 咱们通过这里 来了解一下这个人 很失望 说不出来为什么失望 家里书香门第 个个都很传统 希望我找个稳定的工作 嫁个好人 可我不想做这样的人 我想影响这世界 我可以终身不婚 我可以孤独终老 我甚至可以英年早逝 只要我活得 让我自己觉得值得 生如下花之绚烂 下花短暂又怎样 至少绽放过 总比蔫着一辈子要好 我怕你是一个 特别自我的人 我怕你变自我的 已经不能和别人一块去相处了 而且你说你想把你自己的作品 拍成电影 因为我们都没看过 所以没法去做这个评论 如果它真的是一部 非常好的作品的话 我们不会去介意 把它放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 让大家去看 他们还说我是一个特别自我的人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其实不是 我的人缘非常好 有很多朋友 各行各业 我也是很随和很开朗的人 如果仅仅因为我上场的时候 这些标签 或者是我这种 有点攻击性的介绍 他们就评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还是欠途 在新媒体这个时代下面 其实你去想做一个作家 就是为什么没有想到 去找一些大的门户网站 或者说大的一些阅读门户 去把自己的作品去发出去 甚至我看了你的微博 即使只有一千份 你在自己微博里边 也没有去经营 你自己的这个作品 那你说你辞职了出来 去做一个作家 我没觉得你其实是在经营 这么一个你最喜欢的事情 怎么说呢 是这样 我不觉得只有文学作品公开了 才叫作家 只要你写了 写东西能够让人感动 能够让一些 就是专业的人士认可 或者是说让一些 你想 就是想感动的人 感动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好作品 所以你今天来 只面试编剧 导演 是 想拍出不朽的作品 是 你来说一笔 你喜欢的电影 你说一段影评 你自己的建议 我说说就是最打动我的吧 就是《沉默的羔羊》 里边有一段 就是讲那个男主角 汉尼拔被关在监狱里 他跟女主角说 台词我已经忘了 但大概意思是说 他在黑暗里已经待了很久 这里没有鸟叫的声音 没有花香 没有蓝天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 很平静 就神色特别平静 然后但是我却通过这句话 感到了无限的心酸和那种痛苦 就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其实你的 这个回答 其实让我感觉到 你是一个影视爱好者 但并不是有这方面经验 就是你从电影本身内容 不能够直接的解读 它的本身的意义 包括对于你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这个19岁的女生 比同年龄的人的确优秀很多 即便刚才这段说的不专业 我认为就即便从一个观音者的角度上来说 也说的算是不错的了 风流不再谈风盛 袖手无言 胃更长 从你19岁的经历来看 比起很多 时下很多女孩子 你可能是个珠穆朗瓦风 但是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落脚点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和你走下去 就是人生的长河还很长 你要优秀很好 但是要 我觉得要有一颗平常心 好吧 我在第一轮选择之前再问你一遍 这个你的最低薪酬是两万 是吧 怎么说呢 如果要是做导演的话 我肯定是要学习一些技术和技巧 如果是学习的话 我觉得5000给我可以 5000是吧 没有地域限制 对吧 在北京或上海 只有这两个地方 对 其他地方不去 如果是跟祖的话就没有了 第一轮选择去货瘤 还有七盏灯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一点小凌 这堆 sampai嘿 nos 投资 她 Told atable 佛世界 能够学 suficiente 布 还能稍微再来一点吗 inst ape 到 ankle 叫你提起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因为刚才那个没有展示出那个黑带的这样一个 一个水平啊 当然我也不是很专业 我稍微了解一点 因为我家孩子是黄代 他五岁 哪一个手你能不能双腿踢上踢 踢到他的手 就任何一个人站在这边 李浩阳过来 他怕踢电我 踢你没事啊 你出的招 来吧 漂亮 他可以啊 可以 对对对 来老张 来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除了这个自我评价 一百分之外 其他几项还是不错的 我要说的就是为什么 给自己打满分 一百分 但是通过我们观察呢 其实是没有那么可以满分的支出 挑战性这方面是他的一个特征 所以呢他喜欢冒险 和挑战的一些事 以及创新 也是他的这个强项 他对现在呢 对这个编剧和导演呢 很感兴趣 也觉得自己能够去做 但其实他更多的是钟情仪 把他自己的小说 变成剧本 而变成人事剧 但这种 你这小说呢 是否得到人家的肯定 有制片人愿意投吗 这个你就没有更多的去认证 我的小说被专业的一个编剧的一个工作室 他看过 他看完以后 他说他说我写得非常好 这个故事 他说如果我坚持走导演这条路 就是再学一些专业技巧 然后再通过我的这种作品的整个感觉和灵性的话 未来不远 这时间肯定会有个大导演 叫黑棋 来我们这样 我手上有本书啊 你来看看这个诗写得怎么样 你点评一下 等会儿我先看一眼 你边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小斌对于他的自媒体的解读 杜宇琪是个能量爆棚的姑娘 她涉猎广泛 对动物保护 运动健身 媒体行业 计算机互联网 都颇有研究 此外她也有感性 她也有感性的一面 是个高跟鞋狂热分子 以她最匹配的老板是芒果娱乐的刘总 两位处事风格都很淡定 以她最不匹配的老板是许怀哲 许总很遗憾吧 你一会儿发现小斌其实就是怀哲的助理 我的助理就叫小斌 小斌说和这位同学最匹配的是 稍等稍等 这诗 这诗写的怎么样 这诗我看一下 我觉得写的吧 很青春 有点忧郁 有点忧郁 怎么样吧 比你写的东西怎么样 你让我说实话吗 对 说实话 我觉得她不如我 怎么说呢 如果她十分打多少分 七分吧 你呢 你自己呢 这种类型的诗啊 我给自己打八分吧 其实我觉得我这一分高在哪呢 主要是高在我的语言比她的通畅 她有一些逻辑不顺的地方 至少在我看的那一篇是如此 我给大家念一段啊 我们的树林里 献出极美丽的天国 一树有金色的红 尚未流行着美丽的传说 我们是水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太阳 我们的树林里 献出极美丽的天国 黑夜自然的流营 太阳光明照耀你自己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的小兵 就是一个机器人 他通过 他写这个诗的方式是 通过他所有学习到的 互联网语言 以及互联网所涉及到的 一些相关的文章文字 他写出来的这么一本诗集 你觉得他拿七分 你拿八分 对 这一分可能就是 机器与人的差别吗 因为我在诗方面 尤其是现代诗 不是特别擅长 我只写过一到两首 我没法说 我跟他怎么比 如果你要说一些其他的 我可能还能笃定一些 当我在问你 到底是他写得好 还是你写得好的时候 就我们刚才那段 我肯定的说是我写的 我们刚才那段对话的时候 我在从你的眼神里面 看出了一个19岁孩子 应该有的深情 这一刻很自然 谢谢 你到底觉得你是个孩子 还是个成人吗 我有成人的稳重 和一些就是经历 然后我又有少年的一些 忧郁和成分 你将来会 你将来会嫁人生死吗 也许会娶 但是不会要孩子 也许会娶 你想娶男人 对 为什么叫娶男人 不是嫁男人 我是一个有点 大女子主义的人 特别想知道 你这种人的口味 来 挑一个 要不然你们站起来 我看一下 站起来 我看一下 他敢气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们排着队 在你面前走过 你先站一下 我看一下 站起来 把灯都亮起来 非要我挑吧 我觉得 芒果娱乐的这个老板 颜值最高 他有这种艺术的气质 艺术的气质 对 那你最不会挑谁呢 最不会呀 绝不可能是他 看着就讨厌 这没有 我从来没有讨厌的人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 我说随和的人 没什么太大脾气 说的是真话 那这会儿 其实到这儿来了 第二轮 第二轮 我们也已经快要选了 对吧 我相信有企业 可能会不会为你留灯 你真的做好了准备 到一个大企业里面 去打工吗 还是这么说 如果能接触 做导演这方面 然后就是 如果有企业 有异想 继续跟我合作 或者是有耐心 看我的小说 然后培养我 就是有一个 成为 具备一个导演的技术 然后来跟我完成这个的话 我会 奋不顾身 这基本上 比找一个丈夫还难了 第二轮选择 去货瘤 还有两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 谈前不上感情 两位 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两千家和六千 就是 那个六千 我是看明白了 那个两千家 您能解释一下吗 其实我特别想帮你 真的 我其实想说什么呢 我是想跟你提供一个平台 因为芒果娱乐 一直励志于 帮助年轻人 完成自己的梦想 可能 这个职位 可是 只能给你一个实习的机会 包括如果你对于编剧 或对于导演 你某一个方面会感兴趣 我相信你未来会做得更好 我希望如果你是千里马的话 我能成为你的伯乐 谢谢 好 谢谢 我觉得其实你现在离导演还很远 希望你来我们公司来工作 我是觉得你可以作为一个专职的作家 先把自己在作家这个事情上先经营好 如果你认可我的作品 会让我 就是我也具备一定的技术 在您这边实习 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 您会让我支持我把它拍成就是电影吗 如果你的综合能力能够达到一个导演 所具备的能力的话 公司会愿意投资给你拍一部电影 没问题 他们俩之间考虑十秒 芒果娱乐 新浪动漫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芒果娱乐 去吧 芒果娱乐